请收看 蜜绿法师冯雪讲座 这个恶鬼一讲 大家就会想到这一些 目见年尊者的母亲 到恶鬼道去 七叶中原的普渡 还有你家的祖先 这些拜拜的问题 那么这个恶鬼 大部分都是在人世间 不布施 潜贪的人 畜生大部分在人间 讲一句话就是坏心眼 心地很坏 明明他害人 他还说人家害他 明明他是有做这个坏事 而又要嫁祸别人 反正欺诈骗 这个都是畜生的行为 畜生的行为 所以说这个畜生就是 居心不良 恶鬼就是金贪不神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啊 同学们 钱是身外之物 在你有生之年 我认为你要留一些德 给你的儿子 而不要留这些钱给你的儿子 儿孙之友 儿孙福 你留钱给你儿子 是一个大义吃的人 留钱给你儿子做什么 让他造业吗 他要出发 他就自己要拼啊 对不对 要留 你要做一些功德 你要把你赚的这些钱 依照你的能力 尽量要拿出来布施 因为等到灵命中 你要做功德 你来不及了 我没有骗 你来不及了 等你灵命中要布施 来不及了 做什么功德 你现在你赚的钱 你要做多少功德 你都有控制 对不对 你到灵命中的时候 杀手西归 什么也没有 那这些钱什么 你儿子得到 你儿子得到 会给你办吗 那也不见得啊 所以说啊 恶鬼道的产生 都是因为在人间 非常千贪而不失神 千跟贪不一样哦 千是自己的东西 不布施 贪是不但不布施 还要拿别人的 记住 千贪这两个字 意义不一样啊 一个心啊 再一个坚持的坚啊 签 那个是念签啊 签 是说 自己有东西 他不布施 但是他不贪人家的 把这张金贪 签 但是呢 贪呢 自己不但不布施 而且 别人的东西 通通要拿 那麻烦了 这个将来 恶鬼道 你逃不掉的了 我费的 我费的 我费的